美国国务院发布最新涉疆内容 在新疆人权 宗教等多个问题 以及所谓强迫劳动 强制节育等问题上指责中方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华春莹对此进行驳斥 表示美国在涉疆问题上老调重谈 颠倒黑白 谎话连篇 华春莹强调 所谓涉疆问题不是民族 宗教 人权问题 而是反暴恐 反分裂问题 前些年 新疆深受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之害 人民的生命安全遭到了严重的威胁 那么新疆通过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的手段 来进行预防性的防恐 实现去极端化 有效地遏制了恐怖活动 多发频发的势头 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各族人民的生命权 健康权和发展权 这个四年来 新疆地区也没有再发生一起 恐怖袭击 华春莹介绍 过去40年来 新疆籍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各项权益 受到劳动法等法律保护 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口 从550万增加到1200万 现在新疆平均每530位穆斯林民众 就拥有一座清真寺 不存在强迫劳动 强制节育 压制宗教自由 美国在涉疆问题上不断地去制造恶毒的谎言 它的用意无非就是想打压和遏制中国的发展 破坏中国的发展和稳定 那么对于那些人 美国的那些政客炮制的这些恶毒的谎言 他们的恶毒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的企图 我想只要去过新疆 只要有点基本的理性和判断 那么都会对这些谣言和美国的政治意图 看得非常的清楚 记者会上发言人敦促美方停止搞政治操弄 炮制谎言 停止借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签订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的决心毫不动摇 总台央视记者 北京报道